你 茗玉 茗玉 太医 你想想办法啊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失针啊 皇后 前妃内服受创 若强行失针之血 那也是知表不知理 将邪欲进于内服之中啊 那怎么办 难道就这么放着不管吗 皇后恕罪 为成 为全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茗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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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定要撑着 你想想 既然她还那么小 你怎么忍心 就这样放着她不管呢 茗玉 你一定要撑住 一定要撑住 茗玉 茗玉 启禀皇后 陛下 陛下回宫了 陛下回宫了 什么 太好了 茗玉 你一定要撑住 陛下会马上来救你的 陛下要回来了 陛下回来就好了 茗玉 什么 茗玉也身重剧毒 婉淫为何如此糊涂 还不让太医署加紧 陛下 茗玉 茗 陛下 你可终于回来了 朕一回宫 就让太医署拿出了那颗 酒针净桂丹来 让他们熬成汤药 这段时日 让你忧心了 何止是忧心 陛下 你这是要往冠具店去吗 朕 陛下 陛下恕罪 陛下恕罪啊 怎么了 朕不是让你熬这汤药吗 回避陛下 之前是传得孤算失误 这枚酒针金鬼丹 只能熬制一副汤药 方便有效果 但如此一来 只能挽救两位皇妃中的一人 另外一人 就 就无力回天了 可是 现在有两个等着救命的人 只有一份汤药 好 这可如何是好 陛下 这 这次 贤妃实在是无辜啊 去永宁殿 那 都别愣着了 这是陛下 封我为贵妃时 赐我的彩凤诸愿 愿逐明月 入君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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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且君陪 愿去恨去 失君爱 来 来 文儿 快帮我戴上 我要等陛下回来 永远记住 我最美丽的时候 贵妃 陛下回来了 陛下去了永宁殿 太医说 那枚酒针金桂丸 只够救一人 陛下她 她让救贤妃 什么 你先下去吧 我的耳环还没戴吧 快 把我把耳环戴上 人变了 我把耳环戴好了吗 我好看吗 我好看吗 棍妃 他会来这儿的 我等他来